这是警方押解犯人指认现场的画面 周围百姓群情激愤 到底是什么仇什么怨 女子竟被残忍杀害 并被碎尸抛弃呢 天黑了狼来了 黄水河碎尸案 维尼县上精彩在最后 记得点关注 时间2015年10月20日 地点四川省德阳市罗江县 今日无视河边钓鱼的刘老汉 带着新配置的鱼儿 来到小镇的黄水河 要说钓鱼老除了鱼什么都钓得到 只见不远处的河面 有个白花花的东西卡在石头缝里 刘老汉准备先去捡个大货 但当他走上前一看 瞬间跳墙四溢 你说为啥也为他给下出墙来 真是盖了冒了我的老baby 长这么大从没见过这么上脑的 吓坏的刘老汉赶紧报了警 民警到后也是被这场面震惊了 只见这具尸体只有躯干 没有四肢和头颅 随着河水上下起伏摆动着 见了这诡异的场面我敢保证 今晚所有人都得做噩梦 要知道小县城平时治安非常好 村头的张三和村委的李四打个架 都已经算是重大事件了 现在河里飘着一具尸体 立刻就轰动了所有人 压力给到了罗江县公安局的所有民警 法医通过对尸体的仔细检验 推断出被害人年龄在35岁左右 性别女 死亡时间在两天左右 死因时机械性窒息死亡 之后尸体被肢解 从伤口肢体整齐的切面判断 凶手具有熟练的切割经验 可能从事屠宰工作 要将破案就得找到尸员 确定死者身份 于是侦察员分成两个小队 一对负责排查走访周边村镇的失踪人员 另一对对河道周围三公里进行仔细勘查 寻找凶手抛尸流血的蛛丝马迹 由于河道周围是开放区域 钓鱼老流血的痕迹很多 给现场的侦察员带来很多干扰 经过仔细勘查 侦察员发现了一个带血的编织袋 旁边还有一些撕碎的纸片 民警第一次感到兴奋 拼好碎纸片后发现这是一张医院的就诊单 是一名37岁的流行女子通过查找公安数据库 发现整个县城就有七名同姓的女子 那么受害人会是其中之一吗 随后民警对七名女子逐一进行上门排查 却发现并没有案件的受害人 为了尽快破案 警方对外界发出协查通报 希望民众主动提供有用的线索 很快就有人提供了线索 说发现有一户人家墙面上有血迹 这让民警们第二次感到兴奋 当上门侦察时 最后却发现这些血迹 是主人拍打蚊子 而建在墙面上的 和本案毫无关系 另外一边侦察员在一户农家门前 也发现一些凌落的血迹 而这些血迹指向了现场的方向 这让警方第三次感到兴奋 立即让技术人员赶来 对血迹进行检测 但化验得出的结果 竟然是狗的血液 一而再再而三 民警们被这些乌龙弄得泄了气 案件也再次陷入困境 但山虫水浮夷无路 柳暗花明又一尊 虽然侦察员这边毫无进展 但法医那边经过更加细致的检测 在女受害人体内竟然检测到了警班 秉着大胆假设 小心取证的原则 警方猜测 女受害人死前有过性行为 而且这很有可能是犯罪嫌疑人留下来的 这是一级性质极其恶劣的 强奸谋杀分尸抛尸案 警方随即将经班的DNA和数据户中 进行仔细比对 第四次让民警们感到兴奋 发现这和河南省武志县的 一个流行男子相同 但令人疑惑的却是 河南和四川隔了十万八千里 而刘某前两天却在绵阳报了警 带着疑惑上路 侦察员连忙赶到绵阳找到了刘某 经过询问得知 刘某的妻子在一家火锅店上班 两天前突然失踪了 通过法医对DNA的鉴定 证实遇害的女子 正是刘某的妻子关敏 确定了失源 问题又出现了 为何关敏会在隔壁 德阳市罗江县遇害呢 警方接下来对关敏的 社会关系进行调查 包括他身边关系好的人 和有矛盾的人 据调查 关敏几年前随丈夫刘某 从河南来到绵阳打工 从事服务员工作 和同事关系一直都很好 反而他和丈夫经常吵架 关系不是很好 就在警方把刘某 作为犯罪嫌疑人的时候 刘某拿出了一张纸条 面对侦察员的询问 刘某交代妻子 在本地有一个情妇杨广 那么这会是刘某杀害妻子的动机吗 侦察员调查发现在10月18日下午 官民在店里给杨广打了电话 便急急忙忙出去了 杨广在本地从事厨师工作 根据法医最初的判断 凶手很有可能从事屠宰工作 而官民的丈夫刘某不具备作案事件 因此警方排除了刘某的作案嫌疑 把杨广作为重点侦察对象 同时视频组在调取大量的监控后发现 案发当天杨广曾骑着摩托车 去过隔壁的罗江县 面对种种线索 警方随即对杨广进行抓捕 他逃 他追 他插尺难飞 面对警方的审问 杨广全程失忆 表示自己什么都不知道 这真是煮熟的鸭子对应 警方为了掌握更确切的线索 派技术人员来到杨广的家中 进行仔细侦察 杨广的反侦察工作不细致 反而破绽百出 在警方的大记忆挥缩树下 杨广想起了自己杀害官敏的全过程 据杨广交代 他和官敏两人之前关系一直很好 那为何他要将两人之间的甜蜜 转为杀人的屠刀呢 和尚洗头必有缘由 原来官敏随丈夫来到绵羊后 夫妻两人感情一直都不是很好 就在这时 孤独的官敏遇上了同事厨师杨广 并被他勤劳他时的品质吸 独居的杨广抵挡不住官敏爱的攻势 两人便偷偷走到了一击 但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 丈夫刘某发现了妻子的背叛 并狠狠殴打了官敏 一边是残暴的丈夫 一边是温柔的情人 官敏最终和丈夫提出离婚 他找到杨广表示 要和他一起生活 但杨广却也不愿意破坏 官敏的家庭未有拒绝了 两人争吵之时 官敏发现了房间内 还有别的女人的衣服 原来此时 杨广已经有了心欢 面对情人的背叛 官敏闹着要四万元分手费 不然就把事情闹大 杨广心想 你要我的人可以 但要我的钱就不行 两人也由最初的口头争吵 升级为肢体矛盾 杨广逐渐产生杀新 最终将官敏窒息杀害 为了方便处理尸体 杨广随即对官敏进行肢解碎尸 并在夜里抛逝野外 但天理朝朝发往南逃 最终杨广被警方抓捕 希望他下辈子不要再纠缠 有负之负吧